好,各位同学 那么上几课我们学习了函数式编程里面最有体现性的一个Map 那么我们这几课再来学习一下另外一个叫做Reduce 好,如果大家现在写下了Reduce之后 大家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它不像我们Map这样 我们Map直接是可以引入的 直接就可以看到Map的定义 但是Reduce我会发现这里 我们的智能感知似乎无法识别这个Reduce 好,那么是这样的 Python3里面Reduce它已经不在这样一个全局的命名空间里面了 我们在这里可以直接引用Map 是因为Map是位于全局的命名空间里的 如果我们想在Python3里面使用Reduce的话 我们需要从这样的一个方个TOS模块里面 把Reduce给导入进来 这样我们才可以使用Reduce 好,我们ImportReduce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Reduce的大致的一个说明 三个参数都对 方形函数和我们Map是一样的 然后是Cross序列 好,然后是这样的一个 这个应该叫做是一个初始值 等会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Initial有什么作用 我们先关注前两个参数 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Reduce它是一个函数 这个和我们Map是有些不一样的 好,Reduce的第一个接收一个函数 然后我们还是Lambda来实现这样一个函数 好,这里面是我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第一点 Lambda这个Reduce上面的函数必须要一定要有两个参数 好,然后我们接着来实现一下这样的一个X 我们来实现一下Lambda 好,我们在Lambda的内部写上X加Y 就是简单的一个求和的运算 好,Lambda写完了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 第二个很明显它要接受一个序列 对不对 好,我们把我们之前的序列 12345678把它给移动过来 好,第二个参数我们就把我们刚刚移动过来的这样一个ListX作为参数传进来 好,同样我们用一个R来接收一下Reduce函数的一个执行结果 最后我们在这里不用List了 最后我们再把这个R给打印出来看一下 好,我们运行一下我们的这段代码 好,我们会发现它得到了一个结果36 好,那么我们现在拿Reduce和Mive做一个对比 我们在讲Mive的时候 这个地方很好理解,对不对 ListX和ListY分别对应我们Lambda的表达式里面的参数列表 里面的X和Y这两个参数 这个非常好理解 但是奇怪的是在我们的Reduce里面 虽然我们的Lambda的表达式 有这样的一个Y 但是我们却没有传入这样的一个Y 那么Y从哪里来 要解释Y从哪里来 我们首先就要知道 Reduce的一个运算的一个原理和规则 好,Reduce它是在做一个连续的计算 也就是说Reduce它会连续的掉入我们所定义的这样的一个Lambda的表达式 怎么理解呢 好,解释这个我们就不给大家直接选出理论上的一个定义了 我们还是通过分析这样一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来逐一分析ListX里面的每一个元素 当它遇到Lambda的表达式的时候的一个情况 好,首先Lambda的表达式在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它接触到的是这样的一个 它遇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元素1对不对 好,但是如果我拿到这样的一个元素1的话 是没有办法来执行我们的Lambda的表达式的对吗 因为Lambda的表达式需要XY和两个阐数 好,所以说它缺少了一个 好,所以说此时第一次运行的时候 Lambda会取第一号元素和第二号元素两个元素 一起执行这样的一个运算 也就是说当第一次的时候 X的就是1,Y的就是2 OK,然后它就可以执行这样一个Lambda的表达式了 最终的结果能得到的是3 好,那么大家一定要理解 我刚刚说的是Reduce它的一个初始的一个情况 它会取这个列表里面的前两个元素来计算 好,那么当前两个元素计算得到了一个结果3了之后 Reduce函数的特点在此时就能体现出来了 它会把前两个元素的计算结果3 作为这样的一个X再一次的传入到Lambda的表达式里面 去第4个元素 然后以此类,以此来类退 最终的算出这样的一个结果来 好,所以说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Reduce函数它是如何做这样的一个连续掉Lambda的 每一次Lambda表达式的计算结果 将作为下一次Lambda表达式的这样的一个参数 进行这样的一个运算 一直到这样的一个例子的X被便利完 就得到了我们最终的结果R 好,这样我们直接拿这个例子的X 我把它的执行过程给写在这里 好,那么首先第一次掉Lambda表达式的时候 取前两个元素1加2 好,这个很好理解 好,那么关键是Reduce的特性就是 它让你上一次Lambda表达式的计算结果 作为X参数再一次的参与Lambda的计算 好,这个时候第二次执行的时候 就是1加2 然后Y是如何确定 Y是另一次的X的第三个元素3 好,然后这个又是一次Lambda的计算 好,完了之后计算的结果 再一次作为下一次Lambda的X 好,此时就是加上这样一个4了 好,完了之后我们再多举一下 多举一个例子 好,然后加多少,加5对不对 好,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一直加到最后一个8 好,所以说我如果直接把这样的一个1加2 扩起来,加3扩起来,加4扩起来,加5 这个过程打出来大家就很好理解了 但是很多同学直接理解Reduce的时候 不是这么好理解 所以说从这个事例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来 Reduce真的是一个对于这样的一个执行流程的 一个高度的抽象 好,那么从这个1加2加3加4加5 大家其实可以看出来 其实我们对于我们具体的这样的一个Lambda XY,然后冒号XY来说的话 实质上面就是在对这样的一个序列 做这样一个求和的运算 当然对于一个序列求和来讲的话 Path应该是内置的有这样一个求和函数 不需要我们用这么难以理解的Reduce 来做这样的一个计算 但是这是因为Path它给你内置了这样一个求和函数 如果说是没有这样一些内置函数的时候 那么我们其实还是需要通过Reduce的 这样一种高度抽象的函数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之前给大家去讲笔包的时候 它的应用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旅行者 他走路的这样的一个最终坐标点的计算吗 那么假如说我们现在把难度给增加一下 我不再用一条线性的一条直线来表示 旅行者他的走路的一个位置 我现在是一个二维的 也就是说我现在会用这样的一个X和Y 这样的一个坐标点 精度和纬度来表示旅行者的最终位置 好 那么假如说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旅行者是位于00这样的一个圆点的 然后旅行者会经过一系列的 可能有7次或者是有8次 或者是有20次的这样的一个移动 那么我们用一个列表来把它的这样的一个 每一次的移动给记录下来 好 那么第一次的移动 比如说他向前面移动了一步 然后向他的左边移动了三步 然后第二次他又往前移动了两步 然后他又往右移动了两步 这里我们往左是正 然后往右是扶 好 我们可以这样来表示 好 然后第三次移动 他能往后退 他能往后退了两步 退了两步 我们扶二 然后他又往左移动了三步 好 等等 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个计算 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个移动 好 后面我们可以这样表示他经过了很多次的一个移动 好 那么我现在让你计算 这个旅行者 他一开始位于00远点 然后通过了这一系列的移动了之后 他最终的一个坐标位置 你像这样的一个问题 它涉及到这样的一个连续的计算 那么他就可以用我们的radius来解决 举这个例子 主要是很多同学可能不知道radius怎么用 因为我们举的这个例子sum 其实它是有内置函数的 但是用这样的一个 如果是稍微复杂一点的计算 我们这里就给出一个可以使用的应用场景 那么这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下去之后用radius来写一下 好 那么这里有一个误区 要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误区存在于很多同学对radius的理解上面 很多同学认为radius 它是做一个连续的相加运算 这个是不对的 radius是做连续计算的 它会连续掉这样的一个lab的表达式 之所以是连续相加 是因为我们的lab的表达式里面 我们的实现是这样一个相加 如果你把它写成相乘 可以吗 可以 所以说很多同学是存在这样一个误区的 他就认为radius是先计算一个结果 然后再加上第二个结果 不是的 继续做什么操作 它取决于你lab的表达式的内部 是如何定义的 好 这个也是因为很多的教程或者课程里面 都是拿着这样的一个连续相加的 这样的一个例子 来做这样一个radius举例 因为连续相加 应该来说是运算里面最简单的 它非常便于大家理解radius 所以说 大家不要被这样一个相加 x加y给误导 比如说我们旅行者运算里面 对不对 它就不能够实现这样一个简单的相加 好 那么关于radius还有一个地方是我们要介绍的 就是radius这个函数的最后一个参数 initial initial它是作为一个初始值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看一下 我们在把初始值设为10 我们看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运行的结果 我们会发现 在原来的这个结果36的基础上面 又增加了10 好 那么结果很明显 比原来的36多出了10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 得到了这个46的结果 并不是因为 List的X先被radius执行完成之后 得到了一个结果36 然后这样36加上10得到了46 并不是这样的 10它是作为一个初始值 然后在第一次计算担不打的时候 这个10会作为初始值 参与到计算里面来 并不是最终在最后相加的 这一点是大家要理解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这里把它给指定成10了之后 第一次执行Lambda的时候 就不是1加2了 而是10加1 好 我们可能看的不是很明显 没有关系 这个是因为它求了一个数字的累加 我们看不到过程 是不是 咱们把List的X改成12345678的 这样一个支付券 然后这个10 我们也不用10了 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AA 随便写一下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计算结果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过程了 我们现在是有第三个参数的 Editia这个参数的 然后我们执行 我们看一下发现什么 AA是不是出现的最前面 首先AA和1结合 然后得到的结果再和2结合 是这样的一个顺序 好各位同学 那么关于MapReduce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 最后给大家那样来扩展一下 如果对大数据有一定了解的同学 应该听说过谷歌 他提出过一个大数据的计算模型 这个计算模型就叫做MapReduce 那么MapReduce在大数据计算里面 它是一个编程模型 那么Map在这个里面 它就是我之前说过的 叫做印射 好 Reduce在大数据里面 叫做这样一个规约 MapReduce在大数据里面的最主要的应用 我们还是在于要做这个并行计算 那么关键我要说的是 大数据里面的MapReduce 其实它借鉴的思想 就是我从我们的函数式编程 函数式编程里面借鉴的 我们在Python里面的函数式编程 最主要的体现 就是在于MapReduce上面的 好 那么关于这个我们就不再展开说了 我们课程并不是大数据的处理课程 有兴趣的同学下去之后 可以再了解一下 因为我猜 很多同学可能会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Python里面也出现了MapReduce 然后Hadoop里面 也是有这样一个MapReduce的 那么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肯定是有的 但是本质上面来讲的话 都是这样的一个编程模型 或者是说是一种思想 都源自于我们的函数式编程 好 那么我们就不说废话了 我们点到为止 我们课程的时间已经超时了 后面还有不少内容要讲的 好的 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